山脚里是草屯镇人口数最多最大的理 传统社区布告栏通常以各设A4纸贴成 设计不一致造成视觉混乱阅读不易 即使贴了也容易被居民忽视 经理长向县议员庄士杰反映 庄议员也特别运用议员配合款 协助山脚里设置LED电子看板 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重是反驳 里长陈松茂表示 传统社区的布告栏 因为纸张张贴容易杂乱无章 LED电子看板 能够随时发布最新的政令及公告灯 让你明一目了然 了解里内推动的事物 节省纸张应用 而且对环境较友善 那他的配合款 就来帮忙我们即将在这个地方 来把它做一个LED灯的公告栏 那以后我们的公告栏 就这台公告栏这样就可以看到 就不用再加一些鸡 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可以做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很感谢我们的议员 拿到它的配合款给我们帮忙 以后将来 我们有什么事情 你在里面有什么公告的事情 就由这边可以马上公告 里面就来到这边就可以 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做LED灯最好的好吃 县远庄世杰表示 电子数位看板已经是陷阱的主流趋势 所有的最新公告与宣导资讯 皆能透过网路控管及时更新 呼应环保之外 也能提升社区质感 吸引居民目光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